TVB拍电视剧一贯就是大打咧咧 尤其是道具组经常搞出一些穿帮的乌龙 本期的波罗举刀刀就带你看看 TVB剧里那些爆笑的穿帮镜头 在一世图行者中 林峰饰演的暴C是一名运兵人 你看他体格多强健 扛着六大兵还能一路小跑 丝毫感觉不出压力 当他催债的时候 把兵带狠狠摔在桌子上的时候 我才看明白 难怪林峰身经如燕 原来他扛的是泡沫塑料 还有连浩琴在手机里安装的窃听器 是用诺基亚电池代替的 我就想问 这么大安进去不会被发现吗 大太监中 李连英想用自行车带着慈禧流弯 让他感受新事物和旧事物的碰撞 本来是多么经典的画面 却被我看成了喜剧 你看自行车停那的时候是没有后座的 但是慈禧居然坐得很稳 还有很多距离 明明是艳阳高照 女主却说很晚了要回去了 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见过晚上居然有太阳 还有实微奴中居然有汽车使过 像电表箱空调箱不能细看 在金之玉念万皇之王里都看见过 所以说你就假装没看到 跟着剧情走 你要是太纠结细节 TVB剧是不太适合你的 重弯天龙八部时发现 这部金庸武侠巅峰剧作 居然隐藏着这么多穿帮镜头 段玉被揪魔智打伤后 我们肉眼可见 他舞的是右臂 可当乔峰打跑揪魔智后 段玉又抱着左臂 到底伤的是哪条胳膊 还是两条胳膊都有问题 恐怕只有陈浩铭自己知道吧 还有穆婉青说 绿色内服白色外服 看到这两个药瓶我懵了 哪个瓶是绿色 当我色盲吗 还有这位大师的头套 貌似开交的有些明显啊 还有人说天龙八部里 最大的bug就是乔峰的身材 身高不够 帽子来凑的骚操作 也只有TVB剧组了 除了天龙八部 被TVB翻拍无数次的 射雕英雄传 也是穿帮雷人 比如有眼间的观众发现 郭靖居然戴着手表 只要吃面条永远都是泡面 还有神雕侠侣中最大的bug 就是杨过断手这件事 原著里说的是被砍断右手 黄晓明这版就是根据原著改的 但到了TVB 为了方便古天乐拍戏 编剧居然改成杨过断了左手 当然台词也改了 杨过逢然就说自己断了左臂 当然这个大漏洞 我也是看了内地版神雕侠侣后才发现的 但这种左右手的改变 丝毫不影响我看剧 虽然内地版武侠剧表面看很尊重原著 但实际上效果一般啊 你认为呢 TVB拍电视剧 从道具到背景都不能细看 全是穿帮 但演员演技扎实 转移了我们找茬的注意力 比如说神雕侠侣 穿帮镜头太多 搞得我都无力吐槽 演员服装是从别的剧组扒的 雪景是棉布做的 瀑布是塑料改造的 但为啥却没人吐槽 难道真的是因为以前像素不高 我们没发现吗 我看不尽然TVB剧组抓住了电视剧的核心 就是演员 所以不管我们再抠图 只要演员演的真 那一切就是真的 反观内地也玩抠图 但他抠的是演员 你想想 核心都被抠了 还有灵魂吗 陈豪拍天梯的时候 兜里的手机亮了 我就说剧组连给演员 放手机和手表的地方也没了吗 还要在形式真机档案2中 看起来还吃的满香 结果镜头一拉近 小朋友的碗里空空如也 TVB也太抠门了吧 虽说是群演 但好歹也给点吃的呀 还有哪些传播镜头 是我没说到的 评论区聊起来 关注我怕你想看TVB的时候 就真的找不到我咯 cảm 说您把那些传播中的大传播中的核心 你说什么